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玩过直立版的 我本来完全未玩过直立版 今天邀请了我找一位朋友 Desmond来指导一下我 看看可否第一次玩 直立版就成功能够到密码 现在我们请他过来 谢谢 我也是玩了几次 现在就在对出轮毕摊 就会落水 而今天我们玩的直立版是空气式的直立版 现在就开出来给大家看 接着就去设置一块板 现在就麻烦了Desmond 这是两张 这是单人版 这是活生的 给初学者玩的 活生的是不是容易企 人们常常说这些是微薄版 那其实是否只有一个位充气 这些是只有一个位充气 有些是有两气缸 这些就是一个气缸 如果有两气缸 爆一口也还有一个 明白 这些好像说不可以普通砰砰 对啊 因为TSI 都要去到13-14 所以普通手砰比较难砰 但我看见别人也是用过手砰 我看见很大的 对啊 我也有的 不过最后那几次很要命 砰砰也没有力 所以我才买过电砰 哦 那买电砰就方便一些 对啊 有时你如果用手砰 砰砰也没有力管 那现在就砰了一只 对啊 这只就是另一只 对啊 对啊 它叫做Catsé 都是Archal Marine的出品 嗯 它是一个直立版 加独熟舟 双用的 嗯 双用其实是不是应该大一点 看上去已经很浓 长一点 这个是坐墊 这个是中间那个墊 哦 这个是十一尺两寸 这个是十尺两寸 这个是十尺两寸 这个是三十五寸 这个是三十一 这个又长一点又阔一点 嗯 但相对是否稳妥一点 这只 是很稳定的 但是重一点 大一点 对啊 因为我贪这个有得玩动木收 还有我有两只狗 嗯 但是两只狗 就是进去玩就方便一点 嗯 那我现在有泵 是 那这只大一点 那个 相对气压就高一点 那这个要打十四的 这个位置打的 这个有两个仓的 哦明白 中间这块板就是打十 就是这块东西一个 然后这里有一个 哦 没有两个仓 哦 这个是这个充十 这个 因为有纯差不够了 所以现在 封了一半 现在最后要用这个手 帮不去泵了 看起来都已经是 哈哈 哦 深深 差不多了 没有 我封不够了 就这么容易了 嘩 现在不行啊 如果从头封到尾 应该封完都可以回家了 是啊 那么现在封好两只艇 我们现在有请Dixon 介绍一下两只艇 即是怎么用啊 怎么玩啊 有什么要注意啊 那我们先说这一只 好啊 这就是里面的单人版 你看到其实也很简单 一块板 那一块板上面这些 就有纹的地方呢 就是让你站的位置 防线的 对啊 就是防线的 那通常呢 我们都会站在中间的 啊 啊 那你另外见到 譬如船头这些橡筋呢 那通常我们出海 都会带一些 急救用品啊 水啊 粮食啊 那我们就会 枯在那儿啊 啊 枯在那儿 那枯实一点 那另外呢 你这个呢 你另外见到那块板呢 有四个扣的 对啊 还有旁边有些扣的 我见到也是 其实呢 它就是给你安一些座位上去 哦 譬如如果你那天不想站 你想坐的 那你都可以安他的座位 哦 四边这样拉住它 扣在这些扣那里 那就可以坐在那里 嗯 对啊 这个板就是有一个扣的 哦 是这一块而已 那一块没有的 那一块没有的 那旁边呢 有一条带呢 这样扣在那里 那你就可以揹着整块板 然后抽这个手 抽单手这样行 哦 然后就是一个旗 这个就是稍后我们下水的时候 会踏在底上的 哦 明白明白 那作用就是 会被一只船左右左右 嗯嗯嗯嗯 那叫什么 定水翼 是吧 我忘记了 好像是你的名字 那这个呢 这个是安全性 这个是吧 是的 最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我觉得 那其实是用来绑着脚的 是啊 那有什么用呢 就是In case你掉下水 嗯 那因为水流可能是很快 是 那你可能捉不及那块板 是 那你就会不见那块板 是啊 所以我们现在都要 是一定要靠住的 这个 那你讲到安全用品 一定要穿新衣 无论会不会游泳也好 要有一个做头衣 是啊 那就是一个水安 以鼻不时之需 是意外是意外 那还有就是鞋 鞋 就是我们有时候 会上一些石灯 有鸿鱼那些 那些 那些都是普通的 在这些运动公司 是啊 是 是 这些有防线效果的 是啊 是啊 那也讲完另一只 这只呢 就是我后来买的 都是做一个品牌 Aquamarin的 嗯 嗯 就叫Case 相对来说 这个船身 就厚一点 就稳定一点 它站的位置 都很多的 你可以站中间 这凹位 啊 可以站这两边 嗯 站两边都可以啊 站两边 就是大 抹大 脚这样站 哦 哦 或者站前面 或者站后面 后面 后面 你看到它这里有两个魔术贴呢 其实呢 就是可以 哦 这个就 再稳定一点 可以黏住 就可以坐在那儿玩的 嗯 这只呢 是因为刚才说的 就是石立板加 附密洲 嗯 其实这只奖呢 我就再可以 当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呢 就把它转了两边 那我就可以 坐在那儿 附密洲 啊 啊 了解 可以坐在那儿 嗯 这个凹位呢 就其实比你坐得舒服一点 还有如果有时候去沙滩 野餐啊 嗯 就可以放一些东西 嗯 带两只小狗 嗯 那另外 那些扣啊 lash啊 那些都是如刚才那些 大同小玥 这个就是我有两个 前面的 两个 对 嗯 咦 有两只 有两只firm 那就是相对来说 再稳定一点 前后的两只firm 一个后一个中间 哦 明白明白 这次我们一行三人 但是只有两块直立板 所以呢 我们就去了这里的奔景租艇 租多一块直立板 那收费呢 就是200元一天的 会连坐浮衣给你 今天我们的行程 就非常适合初玩直立板的人的 会先在大美督出发 再挖去这个马士州 休息一会呢 再挖去这个登州 之后就会上鱼排吃东西 再慢慢地挖回去大美督的 那大美督这个内湾呢 一般都比较风平浪静的 也都不会有太多大型的船直行驶 那我们拿完东西啦 就先在奔景租艇旁边 那个小码头落水 那我们先去附近的一个浅滩的位置 去学习直立板的一些基本操控啊 和事项的 这里水深大概去到空口的位置 很适合初玩直立板的去学习版的操控的 那我们呢 就不是什么专业玩直立板的人啦 以下所说的 纯属是个人自己学回来的东西而已 如果有什么不对啊 错的地方啊 就多多包涵 也都希望在影片下方留言跟进回我们的 那第一次上板之后呢 那建议大家可以先坐着或者跪在那里玩的 那慢慢掌握这个板的操控呢 才开始尝试站起来玩啦 那开始的时候呢 我就先去尝试怎样挖这个直立板的 那你双手就握住这个掌啦 一上一下地拿着 由于你现在是坐着来玩啦 所以你拿的位置就是掌的中间 如果你只要站起来玩的时候呢 那你就拿回掌的顶端的位置啦 那记得啊 调教一下或者选择一些合适长度的掌啊 那操控呢其实都不是太难的 只要你挖呢 那块板就会航行的啦 将掌啊 向后挖 那块板呢 就会向前移 向前挖 那块板呢 就会向后移 那留意啊 如果向前航行直线的时候呢 一般呢 都是在左边挖两三下 然后就会转去左边挖两三下 那来来回回 掌呢 都要记住保持是垂直的挖下去啊 那直立板呢 才会保持直线的向前走的 当然 水流都会影响你 傾左或傾右的 那你最后呢 都需要自己去判断一下 左边呢 或者右边呢 挖多一些啦 那去保持板的直线航行啦 那去保持板的直线航行啦 如果你想停下这块板呢 打橫子掌插入水里面 不动 那这块板呢 就会慢慢停下来啦 那这块板呢 就会慢慢停下来啦 要有多一些时间和距离来停啦 而如果你想转弯呢 转左的时候 只要在右手边挖个大狮子 那架船呢 就会向左转的 相反转右呢 那就在左手边挖个大狮子 那板呢 就会向右转的啦 最后有一样很重要的 就是 怎样可以在这个海中心啊 跌了下水啊 之后再上一块板呢 在岸边呢 你可以站在地上上板 你在码头啊 你可以直接跳上板 但是海中心啊 什么都没有啊 要上一块板呢 其实又不是一件义事来的 很多时候啊 你第一下捉住一块板 想上板啊 雙脚呢 就会在水里面 穿过了对面 整个人就呈 狮子壮地 抱住一块板的 而水的下方 也都没有地 让你站在那上板 总之就是 怎样都爬不上一块板呢 但其实呢 方法都不是真的很难的 只要当你这样 握住一块板之后 你双脚就马上做 这个蛙式的蛙脚 双脚呢 就不会在水里面 穿过了去另一边 双脚呢 会放了向后啦 你再继续做这个蛙脚呢 就会推你身上去啦 那你再配合你的臂力 和腰力啦 那你两三下呢 就会上到板的啦 那好了 基本的学习操控 和海中心上板呢 都学会了啦 那就正正式式地 看下可不可以站起身 在直立板上面啦 如果你随意地站起身呢 其实是很容易跌落水的 所以就站起身 也有一个方法的 那你先跪在板的中间啦 即是手抽位置上啦 也就是整块板的中心点啦 然后呢 将一支掌动直 双手就捉住个掌 再借掌作为一个支撑点啦 这样是会令你个人和板相对较稳定 不会太遥防 以至你失去平衡跌落水的 那你然后呢 就慢慢地 足够地站起身啦 注意 千万不要向下 看着自己的足够 是很容易失去平衡跌落水的 双眼啊应该保持望向前方啊 望远一点啊 这个情况啊 就好像跟你开电单车一样啊 望远一点望远一点 这样就没有容易失去平衡了 你最后啊 就会成功呢 整个人呢 站在板上面 但是这个时候啊 你应该尽量放松两个膝头 双脚啊 顺应着海浪啊 这样呢 就可以牢牢地站在板上面的 否则啊 太紧张的话 整个人硬了呢 一个小小的涟椅 都会令你失停下跌落水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双脚摆一下 感受一下板的倾角度 多一个对板的适应 那学习好之后了 那就正式出发今天的行程了 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呢 是马士州 不知道是不是我因为 懂得开电单车的关系啦 所以很快就可以站在那里挖了 而挖起上来 速度都比我想象中快的 也都比想象中稳定和易操控 站在那里啊 是比坐在那里 或者轨在那里更舒服的 果然是直立板啊 还没玩之前啊 我以为初玩的呢 挖两挖就会很累的 但结果又不是啊 我挖了整天啊 都是有少少累的而已 而玩直立板啊都挺舒服的啊 在海中心下 能够享受到我呢 香港人现在漸漸失去的两个字 自由啊 自由自在地呢 在那里挖住啊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挖的时候可以欣赏海上面啊 和附近的风景 微微的海风吹着 海浪的声音啊 伴着你 真是好舒服 好放松啊 如果挖到累的时候 可以停下 坐在那里或者躺在板上休息 什么都不想 放松到不得了 这些啊我想都是近年 直立板越来越多人玩的原因 那挖了大概 一个小时啊 途中会穿过鱼牌的 前世子就是第一个目的地 马士州了 那马士州啊 如果是香港境内 罕有的年岛沙州和潮池的生态 故此啊 它是和鄰近的洋州啊 亚州啊 和一个位于燃田仔 链翼新村东北海面的 一个未未名的小岛 合称为马士州特别地区了 而马士州啊 就是这个特别地区里面 最大的岛居 由于它是年岛沙州啊 大家也可以在沙门仔出发 暴行到这里的 那详细呢 就不在这里介绍了 而来到马士州这个位置啊 我们就作这个小休息 本来啊 树荫下面呢 是有人买东西的 但可能平日的关系啦 所以就没人摆档 相信啊 六日啊 红一啊 才会开档了 那休息过后啦 我就就把这个直立板 抬过沙州里的另一边 就向这个登州出发 不过出发前呢 是二级风的 这个时候呢 就刮起大风来的 风向都改了 那令到我们是逆风而行 水流也是逆流啊 就是我们营浪而上 逆风加上逆流啊 我们哗两下呢 就会后退一下的 加上浪大啊 都令我跌了几次落水 由于前进的速度太慢了 考虑到时间啦 和我第一次玩的关系啦 我们也都没吃东西 所以就决定 改变行程 放弃前往登州啦 提早去鱼排吃东西 这里也带出啊 其实每次玩之前 大家都要留意天气 有大雨啊 雷暴啊 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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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可以出海的 风的级数啊 和风向都很重要 要影响你哗的行程 尽量呢 都挑选顺风的路线 而当日呢 出发前呢 是二级风十月低的 所以开始时候呢 都挖得很轻松 但是如果风呢 达到四级啊 或者以上啊 就不建议伸手去玩啦 当然啦 风的级数啊 风向啊 都是会随时改变的 如果呢 发现势息不对呢 就千万不要勉强 尽早回程啦 万一港不及变化啊 就找个安全地方躲避 尽快求救啦 所有的会外活动啊 都会潜在一定的危险性的 所以时刻呢 都以安全为先啦 好看啊 走开啊 又掉了 又掉了 还有 又掉了 又掉了 這裡有些麵吃,Desmond推就要來魚牌,當然是吃海鮮麵 嘩,肥腾腾啊你 我們休息完了 然後回到大尾督,你回去的時候就選擇挖去另一邊,跟池山指合照 之後就慢慢挖去大尾督,途中我也試了兩用的直立板,真的穩定很多 所以如果自問平衡力差,這塊可能是較適合的,中間的粒位也載得比較多 回到大尾督,還了東西之後就記得用淡水匆匆直立板,這樣才會比較耐用 而這個時候正正就是大尾督入落的時候 欣賞這個大尾督的直言,就是做這次活動的結尾 放棄了 放棄戶啊,棍身 但你會不會落回家呢,這些東西其實 不,我只是放在車頂上 其實都很方便 那玩完了,你幾點開始玩的? 11點,10點半這裡開嘛 現在幾點? 差不多6點了 其實我這樣玩都玩了一整天 是啊 其實我自己玩下去就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難 而且不是想像中那麼累 反正剛才想出燈州的時候 你感受到液風和水流那個 真的... 差兩下退一下 是啊,那邊看到這樣的勢勢不對 都馬上回頭了 大家玩這些都是安全至上 量力而為 你看到不要搏,千萬不要搏 所以就算你可以,你不要遇到剛剛好 你一定要玩這些,一定要遇到走單位 要回來 要不然就... 有什麼事叫人救都麻煩了 你都不好意思 沒錯 其實我覺得OK的 期待一下未來有沒有機會配合露營去玩 其實我自己也有想過這個可能性 去一些荒島 隱細一點的 不要說隱細,我不經常用這個隱細 沒問題而已 等一下又有人了 哈哈哈哈 這樣就這樣吧 其實看看未來有沒有機會 多謝Desmond提供這些裝備 還有教我去玩 他第一天已經懂得玩 玩可以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邊的朋友 就不妨CLS comment like share 沒訂閱的就訂閱 再按按鈴鐘仔 我有心裡的時候有YTB最通知你的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by bwd6